我們的選舉是完全言論自由 思想自由 可是我們台灣跟別的國家不同 我們存在著親中的政黨 舔共的政黨 國民所付託的政治人物 這些政治家是沒有戰鬥意志 甚至主張要投降 要和談的 那我們組織買再好的武器 組織再多的軍隊也是白費啊 必須要強化我們的政治家的愛國 跟抗中抗共的決心 那我們就想出一個辦法來過濾 來審查他們 就是不投降承諾書 歡迎收看這一集的 請問486 大家好 我們知道今年有一個非常重要 非常重大對於台灣 對於美國 對於整個亞洲 整個世界很重要的一個法案 就是什麼呢 2022年6月中的時候 美國國會制定了 台灣政策法的草案 這個法案呢 被認為是 繼1979年通過台灣關係法之後呢 對台美關係 影響最重大的一個法案 那這個法案呢 它不光只是針對台灣 不光只是針對美國 我認為它針對整個亞洲 整個世界局勢 都有那個非常強大的一個影響力 那那個9月14號 美國參議院外交委員會 以17比5通過了這一項 拜登的任期剩下兩年 然後在整個美國整個全世界 普遍現在都幾乎都有七八成 反對這個中國的這個情況之下呢 我自己個人認為 這個台灣政策法呢 它一定是會通過的 只是在於呢 什麼時候通過 以及它這個裡面的內容 因為參議院跟眾議院呢 參議院提出了一個版本 結果眾議院呢 提出的版本呢 對台灣是更友好的 那待會我們後來講一些 而哪一些 所以它這個中間還會繼續協調 所以說我們現在就是 它說什麼時候會通過 以及它的內容到底是怎麼樣 那麼我們最近還有一個消息 就是現在民間團體 台灣的民間團體 現在發起了一個什麼呢 就是捍衛台灣 絕不投降的承諾書 那這個承諾書呢 當然那個一發布一發酵之後呢 很多啊 例如說台面上的一些政治人物啊 就很多人啊 就簽啊 那當然有一些像工商業的一些 或者說那個意見領袖的一些團體啊 當然小弟也榮幸啊 這個他們這個團體 又找我說也來簽 那當然簽啊 一定簽肯定簽的嘛 對不對 那中國都要來把台灣吃掉了 那你還不跟他輸贏 你還在那邊跪著 但是這個事情它也影響了很大 為什麼呢 因為有一小撮的這個親中 就是這個那個 這個很軟的這些人啊 他說什麼他都不敢簽 那有的甚至還嘲諷啊 說管你去死 講萬安說這個好白癡喔 各位 他們為什麼不敢簽 就是他們怕中國共產黨 後來精算鬥爭他們 對不對 你今天簽了 我簽就簽 然後我去美國 我去日本 我去韓國 我全世界我出去啊 但是他們就很怕說簽這個東西 他們怎樣 這些國家照去 但是他們就沒有辦法 再去香港再去中國啦 會影響到他們在中國的什麼 政商的關係 尤其是 這個錢啊 摳摳啊 對不對 這個我 這個做生意的那個 我就一看我就知道 非常的清楚嘛 所以我們今天呢 這兩個問題我們邀請到呢 台教會的副會長 陳立甫教授呢 來現場來跟我們聊聊 來立甫跟大家打個招呼 嗨 486大哥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我是台教會陳立甫 是的 立甫來 你來講一下 台灣政策法 對台灣 對美國 對中國 對亞洲 有什麼樣很重大的一個影響 那我們也知道說 台灣的這目前的國際處境 跟全世界各國都不同 因為我們不是聯合國的會員國 然後我們在 雖然我們認為我們是獨立的國家 可是很多國家不承認 我們是獨立的國家 然後有更多國家認為我們是相當於 政治實體的準國家 而不是獨立國家 但是全世界只有13個國家 認為我們是獨立的國家 而跟我們建立外交關係嘛 那這個就是我們目前國際的 這個現狀 其實不是很好的 那可是我們在這個國際上 我們現在處於非常不利 劣勢的一個結構之下 我們卻能夠在這裡安居樂業 在這裡自由的點擊 看網路的這個頻道 傳購486的東西 那一定是有一些安定 這個幸福的保證 那這個保證 一部分來自於我們台灣人自己的努力 還有一部分來自於我們國際上 有人的支持 我們絕對不要忘記這件 不是我們牛而已 也有人把我們盜三港 那我們台灣最重要的這個支持者 不用講當然不是中國 他是我們最大的威脅者 就是美國 那美國跟台灣的關係 並不是一個有建交的這個 法律上的對等的友邦 事實上美國自從1979年跟台灣 跟中華民國斷絕外交關係 改承認北京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有 以後呢 美國跟台灣的關係 比較是單向的關係 什麼叫單向的關係 美國利用台灣關係法的 美國國會制定的國內法 來保障台灣的安全 如果你們有看過台灣關係法的內容 就知道 美國上面有說要對台灣人民 有一些義務 保護台灣人民的安全 然後這個是美國政府單方面的義務 但是我們不需要保護美國的安全 可是美國需要保護 為什麼呢 因為美國的人民選出他們的國會議員 定出法律 要求美國政府有義務做這件事情 那台灣關係法就是 美國跟台灣的關係的一個 最架構的一個最根本的法律 那裡面定的東西當然非常多 那我們常常聽說 台美關係 或是這個台美中關係 這個 這個 往往被提到 美國總統一天到晚在講 他一定會強調 這個 歷任總統 即使現在拜登或之前的 這個任何總統都會講到 叫做一法三公報 就講這件事情 這個一法三公報的一法 就是指台灣關係法 那台灣關係法 是美國國會單方面的法律 國內法跟中國沒有關係 那另外那三個公報 當然是 美國跟中國政府 這個 雙方共同發表的 只有台灣關係法 是美國國會單方面的 這一法三公報的內容來講 位階最高的當然就是 台灣關係法 因為台灣關係法 是美國國會 國會是代表人民的意志的 它是會約束到包括美國總統本人的 國會制定以後 經過美國總統通過 行政權跟立法權彼此沒有一役 所以美國的司法單位 也不會介入的一個最高位階的 一個法律性的政治決定 而另外三個公報 包括美國跟中國的這個 建交公報 這個 817公報 這些公報呢 基本上是這個 美國的外交部門 跟中國的外交部門 當然這個我們也不能否認 是美國總統所領導的外交部門 跟中國的 中國共產黨的這個高層 所共同發表的政治聲明 但在國際法的位階上 這個位階 公報的位階 並不是 當然它有國際法意義 可是它 不會約束到 像台灣關係法這樣的國內法 所以它是比較政治性的 但具有法律意義 而台灣關係法是完全法律性的 但是具有政治意義 我們這樣來了解 那麼在這段時間以來 對於台灣關係法的這個落實 就是變成有一些裁量的空間 這個裁量空間包括兩邊 要設置這個代表處 像美國在台灣 我們就知道是AIT 那麼台灣在美國 以前叫做北美事務協調委員會 現在是台北駐美 駐美這個經濟文化代表處 大概是用這個方式 那到底要叫什麼名字 雙方要叫什麼名字 其實這個並沒有寫名在台灣關係法裡面 那麼會是因為美國的這個行政部門 跟台灣的關係 還有考慮跟中國的關係 而做更動 那當然我們最希望的是 叫台灣國代表處 或台灣國這個大使館 什麼都最好 我們當然是希望用台灣 而且用國際法的最高位階的 叫大使館 我們跟美國並沒有法律上的建交關係 所以要真的使用叫大使館 這個像這樣 直接納入這個國際法裡面 這個威納公約體系的 這個是比較困難 也比較說不過去 那不能夠使用 不宜使用 既然你們不做正式的 法律上的好朋友 國際法好朋友 簽約建交的方式 那麼就是有一種實質代表 一般來講就是設代表處 就不叫大使館 不叫理事館 就叫代表處 這個是可以理解 因為我們不是邦交國 但是就算是叫代表處 使用的名稱 到底是中華民國代表處 中華代表處 中華台北代表處 台北代表處 台灣代表處 或是什麼亞東代表處 不知道還是什麼玉山代表處 像這種往往你要擰定這種內容 那需要雙邊的協商承認 特別是住在國的 對方的承認 因為你要在人家的領土上 掛這個招牌 你要人家答應 要欠啊 不欠你就招牌掛不上去 所以這才是重點 那美國當時跟 中華民國斷交的時候 那時候正好處於 卡特時代是處於跟 執政當局是跟中國的 鄧小平是熱戀起的開始 所以他們也知道 有美國國會有很多人是 挺台灣的 或是挺國民黨的 他們不願意跟共產黨往來 所以當時他們也很怕 這個會重新跟這個 中華民國建交或 很多種可能 所以他們也 極力的去抑制 這個兩邊的這個關係 去 第一個是避免傷害到 跟中國的這個蜜月關係 第二個是避免 反共派的美國國會議員的這個反撲 所以後來的果然 這個雷根總統選上 大家就很期待說 雷根會跟 那時候台灣的國民黨政府 就很希望雷根跟中共斷交 重新跟台灣 那雷根好像在競選的時候 好像也曾經表示過 類似這個 這個可能性 那辭職結果當然是不可能 中國就是世界 已經是聯合國的常任理事國 是聯合國的一個正式的 獨立國家 美國也跟他建立外交關係 也承認他了 這種承認就是不能收回的 所以不太可能 他是可以跟中國斷交 可是他不會 這個 用 重新跟中華民國建交 因為中華民國跟中華人民共和國 是不可能在聯合國這個國際體系上 這個共存 如果 如果要了解可以參考 我們另外之前拍的這個 2758號決議案 在這邊可以提一下 可以 就知道為什麼不可能並存 但是 美國是可以跟台灣 另外建立 正式的外交關係 那這個當然是要雙邊談 不是說美國要建立 那我們要接受 那建立的名稱叫什麼 這個也是一個問題 所以 我們知道了這個 這個 美國法律跟國際政治的架構之後 我們就知道說 當年我們被叫做 北美事務協調委員會的駐美代表處 他這個 或是現在叫台北駐美經濟文化代表處 這個都是迫於政治的無奈 跟當時美國的政治局勢 那 現在 美國對中國的關係 跟 20年前 30年前 都完全不同 也就是 依照美國科科大學 庫克大學 做的長期的 美國對中國的這個 各國的這個 友好度印象 我們可以知道 這幾年來 美國對中國的這個 討厭的程度 是 年年上升 而且上升的非常快 中國已經變成幾乎是美國最討厭的國家了 那相對來說 我也看到台灣政大這邊做的 還有一些這個民調機關做的 好像台灣人討厭 中國的比例 還比美國人討厭中國要低 日本現在討厭中國的比例也大幅增加 好像百分之九十幾 對 所以說 如果以這個區域上 我們都知道民主國家有個特色就是 這個議員 總統 這些人民選出來的代表 政務官 這個首長 一定會反應民意 他才可以繼續做下去 如果不反應的時候就會被政黨輪替 就會犯人 所以美國在充斥的對中國這麼敵視的民意之下 當然 這個對法律上 政治上對中國的調整 必然 跟著而來 而中國 對讓美國人討厭的部分 也包括中國對台灣的這個霸凌 隨之而來的 美國國內對台灣的同情 認可的這個聲量也會增加 友好度也會增加 所以在這個情況下 也解釋為什麼這幾年來 從前幾年的這個台灣旅行法 後來這個台灣現在台灣政策法 這些種種各種法案在國會的提出 或是通過 都在反映這個趨勢 所以最近我們會有遇到這個參院中院都提出這個 台灣政策法的這個提案 就是在弱實這一點 就美國的民主政治來講的 是這個意義 就美國的國家利益行政部門的考量的情況 因為這個法案也去跟美國的行政部門做了協商 特別是參院的這個版本 通過這個版本 他是有跟行政部門討論的 裡面有幾條是行政部門希望保留 但是也有一部分行政部門讓步以後還加碼的 例如本來的這個 對台灣的這個提供這個貸款 這個去購買這個美國的武器 那這個部分美國的國會部門的 跟行政部門的協商結果 美國帶給台灣去購買軍備 在五年之內強化台灣軍備的做法 改成由美國免費 正與提供台灣軍備 而且再加碼10億 照原來國會所要求的額度 再加10億美金 這個就是表示這個趨勢 增加武器給台灣 來強化台灣對抗中國的這個想法 行政部門不比立法部門要來的這個軟弱 或是沒有不支持 不但他支持 他還願意用贈送也沒關係 然後再加10億 就畫更多給他 台灣都沒有關係 表示提大量快速的提供台灣武器 來增加對中國的這個抵抗 這個能力 是符合美國行政部門在思考的國際戰略 國會議員想要對台灣產生友好 來牽制中國 讓中國不高興 這個是美國的名義 那強化台灣的軍事抵抗能力 這個是美國行政部門的意志 那我們說台灣政策法回到這個 台灣政策法就是把台灣關係法 這個架構裡面 對台灣相關的部分 做更明確的這個有利的方向去調整 我們先說這個結論是這樣 然後這個趨勢是美國社會民意的趨勢 也是美國行政部門這些政治精英 站在國家利益的趨勢 所以我們透過這個事件可以看出 這個目前美 台美中關係未來的發展趨勢 應該蠻明顯的 第一點我就從台灣政策法裡面 我們可以看到這個 我也跟大家說這個好消息 那第二個 我們也可以看到裡面有幾點是 這個美國國會部門跟行政部門協商的 然後也露出一些端倪就是說 美國的行政部門想要實時強化台灣的對中國的抵抗能力 跟軍事的這個防禦能力 但是不希望在外交 外交上面太刺激習近平 從哪幾點看得出來 從第一個 美國國會希望美國政府讓台灣駐美國的代表處 證明為台灣代表處 不要 不必使用台北 你知道台北是一個降格 台灣我們明明就是台灣 我們製造的東西都是Made in Taiwan 沒有Made in Taipei 其實台灣是我們的認同沒問題 可是呢 中國不希望我們用台灣 因為台灣變成一個國家 變成一個民族 變成一個共同體 他讓你用一個台北這種都市名稱 就表示你只是一個地理的點 用這樣的方式來降低 你不是國家或準國家的意義 所以國際上 在這個情況下 就使用這個用法 基本上是 要把台灣的國家 國隔 故意的降成 不是真正的國家的一種稱呼 所以這個也是 我們在其他幾集的486裡面 曾經提到 中華台北這個名稱跟 澳會模式 洛商協議的關係 有興趣可以看這一集 所以當時 這個中國 就是要跟澳會 就希望我們一定要用台北 不能用台灣 也不能用中國 所以就變成中國的台北 就是這樣來的 所以美國也不是笨蛋 他也知道這一點 所以美國國會議員 他們希望 台灣在美國的代表處 可以使用台灣就好 那另外 降低國格的方法 就是說 我跟建交國 才是政治性的建交 那如果不是正式的國家 你就不會有政治關係 所以只能有什麼關係 有文化、經濟 這種軟性的實質關係 所以你可以發現 台灣的非邦交國 設的代表處 通常都會加上 經濟貿易代表處 經濟文化代表處 經濟代表處 大概用這種方式 來淡化它的政治跟法律的 這個意義 所以美國國會希望 這個情況改變 因此他們提出的台灣政策 本來是要求 台灣在美國代表處 要直接叫做台灣代表處 就是證明 替我們證明 那這個是 對我們來講 是超有意義的 為什麼呢 因為很多國家 跟讓台灣 建立實質關係的時候 他們也遇到同一個問題 就是說 台灣去的代表處 要叫什麼名詞 但是我們知道 美國是世界的 這個老大哥嘛 只有在美國給你用台灣 台北經濟文化代表處 那其他國家就很難 敢讓你用台灣 而且第一個是 大家不想 因為想要跟著美國 沒得麻煩 反正美國可以用 表示大家應該 可以小於等於美國 所以美國只用到台北 那我就台北 那第二個是 對對抗中國 在干擾那些國家 跟我們的關係的時候 使用 跟美國一樣的名稱 比較可以對中國 有一個說詞 當然可是現在美國 只讓我們用台北 你其他國家要使用台灣 就會容易被中國 痛打 中國就故意欺負你 最 直接的例子就是 第一個 本來要讓我們 第一個讓我們設 最近讓我們設的 一個新的好朋友 立陶宛 就是同意讓台灣 使用這個 台灣代表處 結果搞得立陶宛被中國 制裁 抵制 這個就是 因為他使用了台灣代表處 那立陶宛甚至他當時 衝突高 高漲的時候 國內產生政治的分裂 雖然大部分人是支持台灣的 但是有些人還是要做生意而已啊 那時候立陶宛總統曾經講一句話說 跟台灣建立實質關係是對的 但是 不應該讓台灣設 台灣代表處在立陶宛 他甚至講過當時 但他最近沒有在講 因為大家 越來越認清中國 還有這個 烏二戰爭以後的 這個國際情思 立陶宛總統就沒有再強調 不過他 對於設 代表處使用台灣這個名稱 他感覺 這個是 不對的 對立陶宛國家利益 有傷害 因為因此遭受中國 超過任何其他國家打擊 甚至超越當時 對付捷克的做法 因為捷克是第一個 中國這幾年制裁 跟台灣關係好的國家 第一個是捷克 但是後來的這個立陶宛事件 中國壓迫的 比捷克對捷克的情況 手段更嚴苛 所以立陶宛真的是被打到很痛 但是立陶宛本來是我們很大的希望 就是立陶宛讓我們設了台灣代表處 我們就有機會 開創一個陸進 以後跟新的朋友 或是以前的舊朋友 都改名叫台灣代表處 不再要用經濟文化 加上這個軟性的限制 自我降格 也不用叫台北了 但是中國知道這一點 所以中國極力再度 但是我們如果注意到新聞 其實立陶宛 中國自己洩漏出來的 然後也是立陶宛當時 這國內的一些消息 曾經傳出來 立陶宛會答應台灣使用台灣代表處 其實是美國在後面支持的 美國就是在測試說可不可以 但是結果大家看到中國 是不太願意讓步 所以立陶宛最後在台灣 大概兩個月前成立的這個 立陶宛駐台灣的代表處 就有加上經濟文化 沒有就直接叫代表處 是全面性的 它就有讓步 但是我們知道說 這些就是國際政治在發展的 這一段這個中國 美國這個台灣之間的這個角力 那所以美國國會決定自己出手 我乾脆帶頭 把美國的這個台灣的代表處 就證明成台灣代表處 中國就失去理由 要求各國不可以 讓台灣改名成台灣代表處 就是美國國會要來開這一槍 我們有看到一個新聞就是說 美國現在呢 那個也有在思考就是說 要在台灣建立一個武器 儲藏庫 對就是把紉威時報說的時候 台灣豪租化 其實這個跟美國過去的軍事戰略不同 其實美國第一個 他不太願意賣我們太好的武器 因為他們認為這樣會 這個第一個讓中共不高興 他不想讓中國不高興 第二個也會造成台灣 會想說除了防禦中國以外 會不會也會有時候對中國秀拳頭 不高興的時候也會打開一拳 這樣美國就要來收拾 所以他有時候不太願意 所以他們 當然我們也曾經遇到馬英九總統 故意不買武器不演習的這種 這種爛咖 我實際說就是在國防上他就是 就是軍事上自我倒退的 然後認為說就是要把 躺在地上像狗一樣把肚子露出來 表示說我對中國是沒有 敵意的 然後自我解除武裝的這種 這種兩岸和平 美國也會遇到這種 我想賣你 像小布希總統的時候 想賣我們武器 賣我們潛水艇跟F-16 可是當時 國民黨的國會 立法院 就沒有通過這個預算 大家如果還有印象的話 早在陳水扁總統2004年左右 美國就要賣我們潛水艇 如果當時取得 已經是20年前就有潛水艇 我們現在早就一堆潛水艇 早就建好 我們的海底部隊了 哪會現在只剩下兩艘可以用的 那個20 2004年之後 美國就要賣我們潛水艇了 可是那時候因為國民黨的 國會 立法院抵制嘛 等到馬英九時期的時候 美國變成歐巴馬 歐巴馬已經不想賣了啊 因為歐巴馬是希望可以化解 跟中國的關係 歐巴馬的前面的第一個任期 跟第二任期的前面階段 是對中國非常友好的 他希望透過跟中國友好的關係 然後專心解決在這個阿富汗 在這個伊拉克的這些 這個中東問題 所以他想要跟中國好 所以他絕對不會賣我們 那完全又不一樣 所以馬英九那時候 根本也要買你也買不到了啦 可是我們可以買的時候 你為了個人政治私利 你硬是不讓陳水扁 去買不惜 總統已經答應賣我們的東西 現在蔡英文總統這兩個任期 才要去買 也很難買到 只好這個潛艦國造 那現在還要涉及 這個關鍵技術取得的很多障礙 當然我們也都克服了 也正在進行中 可是我們就是真的能夠造出第一艘潛艦 然後完成我們的新的潛艇部隊的 這個士官兵們的訓練 然後甚至有實戰的演練 我像沒有五年也很難 也要三五年才有可能真的 產生真正的戰力嘛 所以美國現在想到這一點 就是說第一個 中國正在這20年裡面 大幅的提升對台的軍事優勢 而且中國在裴洛西來台灣之後 做了一個很不對的事 就是他把台灣圍起來發射飛彈 這個比當年科林頓時期 只設了基隆跟高雄外海四顆 完全不一樣 他甚至有設兩顆落到日本的經濟海域 然後他有兩顆飛過台北市上空 非常嚴重的挑釁 而且他在高雄的部分 高雄外海的部分 還落到算是台灣的領海周邊 不是只有經濟海域 所以他做了很惡劣的直接挑釁 也是包圍整個台灣島 那美國認為這樣不行 中國當然是為了展現他的肌肉跟決心 但美國發現說 第一個 烏克蘭戰爭的經驗 跟中國目前發生發射飛彈的 包圍台灣的準備 跟中國在20年內海軍大幅升級 已經建了三艘航空母艦 然後大量的驅逐艦跟護衛艦 然後擁有非常多的這個中程短程的飛彈 足以封鎖台灣海峽跟周邊 甚至實施比較遠距離的打擊 那美國需要做的就是什麼 降低中國真正發動攻擊的可能性 而不是說他發動以後再把他打爛 因為他只要一發動 依照目前的烏克蘭戰爭的教訓 就是要收拾會很麻煩 就是戰爭就是很花錢很痛苦 第二個他一旦打來齁 現在中國確實可以有一段相當短的時間 可以得到優勢 美國會從關島 會從琉球菲律賓來援助台灣 但是中國目前擁有這些武器的攻擊範圍 跟局部的優勢 會妨礙到美國的援助 美國也知道了 所以美國在柯林頓時期 在小布希時期 有很多對台灣的援助 其實重點是放在透過加強琉球 主要是有琉球基地的能量 加首納基地的能量 各位可能不知道 加首納基地有儲備大量的軍備 遠遠超過美國駐日本 特別是駐琉球的軍隊的軍事 所需要的 對 特別是陸軍的 還有飛彈炸彈這些武器 他的目的是一旦台海開戰 美國會從琉球 離台灣最近的美國基地就是琉球 而且是大型基地 直接空運或海運到基隆 或空運到台灣 看那個中國對於 這個海或空的 這個 控制的情況 馬上補充台灣軍隊的需要 所以我們買多少是一回事 真正一打我們就會用掉 或是我們不夠好 美國就會從琉球基地 送過來給我們 用海運送比較重型的 用空運送比較清型的 快速先送空運 然後海運馬上也送來 但是 我們在裴洛西訪台以後 中共的軍演 跟這幾年美國對中國的 軍力評估的報告 顯示這樣的運送 會有一些風險 而且風險越來越高 所以最好的方式 就是我直接把武器放在台灣 這個就是讓台灣變成一個 大軍火庫 一個刺衛 一個豪豬 這樣美國 一定要從琉球 用空運跟海運運送武器 來的這個需要 跟次數就會減少 啊這樣的減少 也會減少美軍的傷亡 然後 武器直接放在台灣 也會降低中國 敢對台灣動武的這個 決心啊 他就比較不敢 所以為什麼會 說 美國那麼大方說 我 可以直接給你65億啊 送你都沒關係啊 因為 美國現在認為從琉球運武器過來 美軍會被中國攻擊到 雖然 中國不會因為這樣 就打敗美國 可是美國會被擊沉 或擊落飛機的機率 一定有一個比例 所以我們那個 立府 我們看了這麼多 就是這整個的局勢之後呢 其實我們可以感覺得到 就是說 美國對台灣啊 的那個政策 已經不再是以前的很模糊 它現在已經逐漸都蠻明確的 而且他們會蠻希望說 加強台灣自己的那個攻擊 戰鬥的一個一個能力 但是現在有一個最重要的重點 我們看到了烏克蘭 烏克蘭呢 你看人民 很多甚至他們很多女生 都拿起了槍 對不對也是上戰場的 台灣現在呢 我們真正面對中國啊 那個面對的那個這個二勢力呢 真正願意跳出來捍衛我們國家的 其實這個比例也越來越高 那據我自己的觀察 以前很低 是因為台灣有非常多 當年從中國逃難來台灣的這些 這些國民黨的這些人 那他們以前就是只會逃嘛 因為他就被中共打怕了啊 跑來台灣 對不對 然後那個美國出動了第七艦隊之後呢 來保護了台灣之後 所以你看看喔 非常多這些年 因為我五十幾歲嘛 很多那個外省的這些家庭 這些朋友都移民了 移民到 有辦法就是去美國 然後甚至說比較沒辦法 可能去紐西蘭 去澳洲啊 去哪裡 大家都逃離台灣 他們不把台灣當成家 因為他們就覺得他們就是過客嘛 但可是這些年來慢慢慢慢 這十年二十年三十年四十年 現在也有越來越多的人呢 他就覺得說台灣就是我們的家嘛 你能去哪裡 我或許可以去美國 但是在台灣還是比較好啊 朋友同學親戚什麼工作都在這啊 這個過得很舒適 所以一旦中國打過來呢 我們就要跟他拼了 所以那個我們現在民間團體也推出了這個 捍衛台灣絕不投降承諾書 你可不可以簡單 因為時間的關係 跟大家講一下這一段的一個原由 是第一個就是說 我們看到烏克蘭的經驗啦 因為烏克蘭能夠打了兩百多天 真的是烏克蘭把對俄羅斯的入侵 當作一個國民的保衛戰爭 是一個國民戰爭 所以烏克蘭也有一些人趕快逃到國外去 可是還有很多人也回到國家 一定有一個比利人就是怕當兵 我們也不能否認 但是我們從事實上看得出來 烏克蘭多數的人是有意志的 特別是從什麼意義上來講 各位可能不知道 哲倫斯基是一個猶太人 他其實不是烏克蘭裔 他是猶太人 但是而且他不但是猶太人 他是烏克蘭東部為主的選區 就是講俄文的 母語是俄語的選區的人選出來的 相對前一任烏克蘭總統 是西部的 西部的這個講烏克蘭語的選區 比較親波蘭的親歐洲的 有天主教徒也支持他們的 這個系統所選出來的總統 所以本來 折倫斯基他不但沒有政治經驗 而且是俄羅斯本身是講俄語的總統 照理說跟俄羅斯的關係應該會比較有改善的機會 但是俄羅斯在折倫斯基上任之後 不但沒有對烏克蘭 這個比較產生友好 甚至還直接就出兵 認為說反正你們就換了這個 我們就直接要把俄語的區域直接拿走 面對俄羅斯進攻的時候 全世界甚至美國會準備說 我把他接出來好了 反正你們俄羅斯都打來 我來外交上援助你們 讓你們可以逃亡 沒想到折倫斯基跟他的夫人 都沒有逃走 而且每天都自拍說我還在 董統府 我都不會走 我就跟你拚了 這個是對烏克蘭很大的振奮 也是對整個俄語區也很大的感召 因為整個烏克蘭有 三分之一的部分是講俄語的 如果這個分出去以後 烏克蘭一定分裂 所以普京的如意賺買是 講俄語就回到俄羅斯 這樣的話就是三分之一 整個都現在就拿13%而已 就是說 其實俄語區還不只現在俄羅斯戰 還有很多 可是這個結果就是說 在這個戰爭裡面 烏克蘭展現他的國家認同 超越他的語言認同 或是他的祖父母祖先的認同 就是我們就是烏克蘭人 即使我講俄語也是烏克蘭人 現在很多 認真去打退俄羅斯的烏克蘭人 其實是講俄文的 就是他們的故鄉被俄羅斯的軍隊佔領 他們退到講非俄語區去抵抗 他們的目的是希望收回他們的 回到他們的家鄉 整理他們的家鄉 去照顧他們的田野 然後這個手段必須要打退那些 跟他一樣講俄語的人 然後 那這個決心就是說 我是烏克蘭人 不因為我講任何語言 我愛這個國家 然後我支持這個政府 這個是我們台灣目前 最欠缺的 那我們台灣最欠缺的 這個就是 對國家的認同跟愛國 為國家奉獻的決心 我們的選舉是完全言論自由 思想自由 可是我們台灣跟別的國家不同 我們存在著親中的政黨 舔共的政黨 國民所付託的政治人物 這些政治家 是沒有戰鬥意志 甚至主張要投降 要和談的 那我們組織買再好的武器 組織再多的軍隊 也是白費啊 對不對 就是拿錢去打水漂而已嘛 那對美國在怎麼幫 你沒有自助就不會有人助 美國也幫不了你啦 說那一點點 所以我們希望 在文明政府的這個架構之下 必須要強化我們的政治家的愛國 跟抗中抗共的決心 那我們就想出一個辦法來過濾 來審查他們 就是不投降承諾書 那當然這是一紙沒有法律約束的承諾書 可是它是一個政治的信用的約束 沒錯 然後特別是中國習近平在這三年以來 每年的這個新年談話 都一再的強調 要透過文化教育經濟的方式 來強化對台統戰的工作 那這個工作呢 他們在這幾年也針對支持台獨 反對中國的人 實施黑名單的限制 不准他去中國旅行 或是跟他們做生意 不准投資他們的公司 那這個方式就造成了 我們這個不投降承諾書的有效性 因為我們的政府確實是沒有訂法律 一定要履行這樣的 我們的立法院沒有訂這個法律 可是習近平訂出這個法律了 只要你敢簽這個東西 中國就不應該讓你入境 不應該跟你做生意 所以他們如果心中想跟中國做生意 想得到中國的好處 他必然不會簽 那簽的人不一定會去做生意 不一定不想 但他就是不能去 所以他一定要做這個決心 他才可以參選 他才會願意簽嘛 另外一個是說 我們也知道這個簽不表示一定不會去 但是不簽就是比簽還要保留更多的彈性自由 那各位我們如果對於朋友 我們當然要替他設身主力 給他更多的自由選擇 我們不要強迫他 可是你們不要忘了 我們是選舉代表我們的人 他要盡量接受我們的委託 而不是超越我們的委託 或違背我們的委託 我們才要委託他嘛 哪有人要先委託一個 把自己賣掉的 請他拿到招待的 對不對 那我自己來當就好了 我們幹嘛要代應政治 我們就直接民主就好了嘛 所以就是這一張嘛 對不對 所以我們還做兩個版本 一個版本就是 我們要求政治人物簽這一張 承諾書讓跟中國正式切斷關係 如果當然他有可能簽了以後 中國還給他去 那我們就要調查他 是不是中國的臥底 更好 我們是一個民主選舉的社會 那你有簽我再支持你 使得增加候選人想簽的意願 跟決心 對 強化他在關鍵時候 要不要選擇的決心 所以我們就做了這個東西 那我們剛發起這個運動的時候啊 我們有尋找 我們希望這個不要只是政黨 或是這個NGO來推 我們希望長期以來 大家覺得他們最投機的那些人 最不敢跟中國嗆聲的人 那些人卻是台灣最尊重的人 他們願意出來 那個就是台灣的企業家 那在這個中小企業裡面 也有一些很有成就的人 我們也希望他們可以 來協助參與 推動這個台灣議事 台灣這個 抗中抗共的這個 這個自救的一個團結的行動 那我們也希望 中小企業的有成就者 也能夠有這個心理 就很希望能夠有人出來 代表有成就的人 沒想到這個486大哥 就願意挺身而出 作為台灣有成就的中小企業 這些企業組的典範 所以我們這個就是說 不管大企業上市公司 像半導體業的 潮新城 像是這個486的團購的這個 這個新興的這個網路 這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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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販賣業 也都認可這個 那我們更可以證明這個 這個我們那時候來推這個台灣 這個拒絕投降承諾書 是對的是全民性的 對那今天我們也非常謝謝 那個再一次的邀請到陳立府 然後我們從很多點點線線面面 那當然這一集時間是比較長 那我們也知道立府老師 他的一向的風格 他就是怕說講得不夠詳細 所以他會把很多的前因後果 先鋪陳再告訴大家裡面的一些內容 所以我希望這一集雖然有點長 雖然說立府老師每次一錄 我這個時間都非常的長 我也希望說大家聽完之後 如果你覺得說確實還蠻不錯的 我們之前我們也錄了大概 應該七八集十來集應該也有吧 也可以再去看一看 因為那個我自己本身是蠻喜歡陳立府老師 他所講的這一些 那個他可以用很簡單很生活的面 去告訴大家這一些 那今天時間的關係 我們也再次謝謝立府老師 來跟我們分享今天的這幾個重要的重點 謝謝他 謝謝 謝謝